觀眾朋友 畫面可以看到 這輛灰色的小轎車 幾乎已經面目全非 整個車頭都被撞毀 而且車內的安全氣囊 也都炸了開來 只是車上有一名男子 第一時間被救出車外的時候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目前也已經送往醫院 來治療當中 希望可以把人救活 救在台東的台九線 319公里 也就是砍頂路段 在早上10點多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自撞的意外車禍 這一輛小客車 不明原因是直接撞上了 一旁的路數 只是警銷人員 趕到現場的時候 一名男子是意識清醒的 但是另外一名男子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現在警方也都還在調查 到底他們是從哪裡來 要去哪裡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車禍意外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 尊敬情形 現在時間鏡頭就換捧你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